我真的是覺得其實我們的政治的討論 就是持續這麼久一段時間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真的覺得患不患於真的是國民黨家務事 那邱議員剛剛提醒他的擔心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擔心說民進黨見縫插針 或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要刻意操作什麼 韓國瑜講這個國家機器 其實這整個國家機器 我們這每天在運作 在面對我們現在daily routine 要遇到的這些政策上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的其實是 非常令人遺憾的是 從韓國瑜韓市長的國政說明會的第一場 先拋出的是重啟核四 然後第二場的清廉政策說明會 又提出了進來一堆機等等這些食言的風波 其實一系列的這些事情 其實都讓我們覺得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看到台灣好的政治辯論 我們希望看到台灣在政治的政策討論上面 能夠更進一步更往前的去面對更多的問題 但很遺憾的是說到現在 其實整個政治輿論的焦點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 不管是國民黨自己內部的這個分歧也好 它慢慢佔據我們所有的版面 讓這些的討論都沒有辦法 其實這個邱源剛剛提的很好 其實他覺得這個民進黨不要見鋒他的 民進黨其實沒有見鋒他的 而過去這些放出來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幾篇新聞 是王清平院長講的 是其他的國民黨政治人物講的 是吳敦毅講的 那包括密會的新聞等等 也是周繼祥的人去見這些事情 也都他們自己出來承認就去見了 所以其實真的要問的事情是說 未來國民黨其實我們不管 坦白講我昨天在彰化的場合 因為很多人都說這是拼場等等 但其實有非常多彰化的年輕人 他們其實也想知道一件事情 他們其實想知道國民黨在未來 會提出什麼樣跟青年世代有關的政策 那這些政策 青年政策就是七個字 凡凡出去遞進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一個很嚴肅的 不然你怎麼知道 他的青年政策是怎樣 借錢給你 對 所以我覺得相當以看的是說 其實很多的青年朋友 他們其實並不在乎說 今天國民黨推出來的候選人是誰 但他們要問的是 國民黨未來在 整個大的政策論述上面 它要代表什麼樣的價值 其實我們剛剛前面 好幾個部分都在談到說 這個國民黨的對中的政策 包括說裡面很多不同的路線 有人把這些香港的情勢指責 是這個台灣這邊在操作等等 各式各樣不同的言論 但是不要忘記 國民黨的這個黨綱裡面 至今放了從2005年 連戰跟胡錦濤會面之後 簽訂的連湖五大願景 連湖公報的五大願景 這個東西是明明白白 在放在國民黨的黨綱裡面 主張要簽和平協議 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是國民黨必須 始終必須要自己面對的問題 這對台灣選舉影響大嗎 我認為這個對台灣的選舉 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的 讓台灣人更看得清楚說 一國兩制體系是不可行的 但是我們確實也很明確看到說 台灣至今為止 還有很多政治人物不斷的在主張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而這個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其實在習近平1月2號的講話 已經非常清楚 就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郭台銘會不會選 我認為現在看這個情勢 他是非常有可能會選 非常可能會選 對 我覺得看他目前的這些準備 包括這個蔡幸雲的這個說法 其實都已經談到說 這個找副手人選的這些事情 我相信他就是在準備了嘛 對喔 我覺得王金平這兩天一直在出聲 對 以下就說啊 什麼吳敦義派人去跟北京談什麼什麼 然後講這些 然後他說他有28萬的連署耶 對 我真的很想請他亮出來給我們看一下 這幾天可能要快30萬 快30萬 哇 那趕快拿出來 最好給我們看擺在什麼地方 不過我是覺得幹嘛 他就是來告訴郭台銘嘛 哎呀 不要去找什麼侯明鋒了啦 不要去找什麼蘇慧珍了嘛 是喔 對啊 對不對 真正你的搭檔 就是我 就在你身邊 就是我 截圖書當大樁 對 28萬連史書在這邊對不對 喔 對不對 與其去到處去找 還不如就在你最身邊的 你有沒有連罪人連署 我才有啊就對了 對對對 眼在天邊近在眼前 就在你眼前